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堆新鲜热辣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政治劝的最新动态 川普前总统最近对共和党及联邦众议院议长强声伸出了援手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赞赏 表示他做得非常好 在共和党内部有声音想要罢免强声的时候 川普的这方货场使用他 川普的这高话无疑是给了他一记强心针 这件事不仅显示了川普在共和党内依然有助不小的影响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政治联盟背后的复杂性 川普在他的海湖俱乐部翟迪表示 虽然对于罢免强声的行动感到遗憾 但认为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 这次会面再次证明了川普在共和党中的领导地位 同时也突出了共和党内对于多个议题 包括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和堕胎权的不同看法 借助让我们转向国际关系的领域 拜登政府对中国实体的制裁数量已经超过了川普时期 达到了319家 创下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最多记录 这一举措体现了美国政府利用经济工具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策略 特别是在限制中国获取尖端技术方面 看来即使中美元首会晤后局势有所缓和 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仍是两档固实的一部分 这种对华强硬的政策 尤其在技术限制方面 反映了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竞选议程方面的战略考量 最后我们来聊聊科技和安全的话题 中国无人机在美国引发了一场争议 虽然美国小型无人机行业面临着与中国竞争的挑战 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的产品因其性价比高 而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在俄乌冲突中 小型无人机证明了其作为战斗工具的价值 这导致美国国防部禁止美军使用大疆无人机 并开始寻找国内供应商 然而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在性能上 仍然落后于大疆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搜救操作的效率 有时甚至惯乎人民安危 有他州的立法者在考虑禁止大疆无人机的提案系暗示 也顾虑到了这一点 最终选择听从理性没有通过禁令 这些事件反映了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多 技术安全和人权等议题如何相互交织 从川普对共和党内部政治的影响 到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制裁再到中国无人机在美国的争议使用 每一件事都揭示了政治决策背后的复杂考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政治舞台上 川普将共和党籍联邦众议院议长强声伸出援手 称赞他做得非常好 尽管共和党内部有声音呼吁罢免强声 这一支持不仅凸显了川普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 也显示了政治联盟的复杂性 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俱乐部宅迪表示 他认为强声做得非常好 尽管对于罢免强声的行动表示遗憾 但认为现在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处理 这次会面再次证明了川普在共和党中的领导地位 同时也突出了共和党内对于多个议题 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和堕胎权的不同看法 在另一方面 拜登政府对中国实体的制裁数量 已超过川普时期达到了319家 创下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最多纪录 这一举措体现了美国政府利用经济工具 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策略 特别是在限制中国获取尖端技术方面 尽管中美元首会晤后缓和 有所缓和 但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仍然是两党共识的一部分 这种对华强硬的政策 尤其在技术限制方面 反映了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竞选议程方面的战略考量 与此同时 中国无人机在美国引发了一场争议 尽管美国小型无人机行业面临着与中国竞争的挑战 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的产品 因其性价比高而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在俄乌冲突中 小型无人机证明了其作为战斗工具的价值 导致美国国防部禁止美军使用大疆无人机 并开始寻找国内供应上 然而 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在性能上仍然落后于大疆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搜救操作的效率 有时甚至关乎人民安危 由他州的立法者在考虑禁止大疆无人机的提案 也顾虑到了这一点 最终选择听从理器 没有通过禁令 这些事件反映了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 技术安全和人权等议题如何相互交织 从川普对共和党内部政治的影响 到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制裁 再到中国无人积攒美国的争议使用 每一件事都揭示了政治决策背后的复杂考量 无论是在维护国家安全 推进政治议程 还是在技术和经济竞争中 政治领导人和政府的每一步行动 都在塑造着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的世界里 英勇 技术失误 以及政治争议交织成了引人注目的故事 这些事件从美国的小镇 到全球的科技竞赛 再到国际政治的舞台 展现了个人勇气 战略失误和政治考量的复杂性 在美国爱达河州的一个安静夜晚 85岁的詹尼安克希尔尼 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 面对了入侵者的威胁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报道 当39岁的康顿Derry康顿闯入他的家时 詹尼安不仅保护了自己 还保护了他的身心障碍儿子 在被殴打和手铐束缚的情况下 他使用藏在枕头下的手枪与入侵者交火 并最终击毙了他 滨海母县并用康体检察官乔丽 阮昂昭丽对詹尼安的行为表示赞量 并认定这是一起自卫杀人案件 詹尼安的故事证明了 无论年龄多大 勇气和决心都能成为生存的关键 而在全球科技竞赛的利益端 美国在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上 犯下了史诗级失误 这一失误不仅影响了 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 还改变了全球科技产业的格局 美国媒体反思英特尔等本土芯片巨头的误判 导致了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被荷兰的阿斯迈和亚洲的制造商所超越 尤其是在极紫外光刻基硬UV技术的开发上 美国的先发优势最终未能转化为市场领导地位 而是拱手让给了阿斯迈 英特尔的市值也由此大幅缩水 从而反映出技术判断失误的严重后果 在政治领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正在考虑澳大利亚提出的撤销 对维基锦利创办人阿桑奇起诉的请求 这一考虑不仅涉及到法律和正义的问题 也触及了国际关系和人权议题 阿桑奇被指控17项间谍罪和一项烂录计算间谍罪行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175年的监界 阿桑奇的案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 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政府透明度的广泛讨论 拜登总统的态度可能会为这个长期 悬而未决的案件带来新的转机 这些故事无论是在美国的小镇 全球科技产业还是国际政治的舞台 都展示了人类面对挑战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个人的英勇抗争到国家间的技术竞赛 再到政治领袖的决策考量 每一个事件都是人类故事的一部分 揭示了勇气失误与权力的交织影响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前总统唐纳德 川普总是能够引发热议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 也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提出的建议 往往能够左右共和党的方向 最近川普就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建议 即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应以贷款 而非赠人的形式进行 这一观点在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寻求两党妥协以推动为乌克兰和以色列 提供国防资金之际 为他带来了一丝支持的曙光 川普的这一建议 不仅是对现行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 也是对国内政治格局的一次重要干预 他的观点可能会对许多众议院 共和党人产生影响 尤其是在党内对于是否进一步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 一些共和党议员 如特洛伊员 如特洛伊尼尔斯 公开表示 他们不支持向乌克兰提供任何资金 这种立场与川普的建议 形成了鲜明对立 同时川普的建议也反映了 他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态度 强调美国利益和财政责任 这种态度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多次体现 现在作为可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他再次将这一观点带入公众视野 而在洛杉矶时报发生了一次小插曲中 我们看到了川普名字的另一种影响力 当这家媒体在报道OJ 辛普森去世的消息时 错误地使用了川普的名字 这一错误迅速被捕捉并广泛传播 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媒体在处理信息时的失误 也反映了川普在公众心目中的深远影响 尽管两人的关系在辛普森涉嫌杀妻丑闻后发生了变化 但川普的名字仍然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引发广泛关注 在另一个领域 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如何改变工作环境 亚马逊加速使用机器人投入工作 目前有75万个机器人和真人指缘故事 展示了自动化对就业市场的深远影响 这些机器人的引入提高了效率和安全性 但也引发了对工人就业和工资的担忧 亚马逊的例子凸显了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以及人类如何适应这一变革 转向需要更高技能和创造力的任务 总的来说 无论是川普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 还是洛杉矶时报的小错误 亦或是亚马逊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都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政治媒体和技术的每一次互动 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现实 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的世界中 从太空的遥远角落台 到地球的政治舞台 事件紧密相连 共同塑造着我们的现实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 从而理解它们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在太空领域 今年二月底的一次事件 让IRN的一次的专家都感到震惊 美国和俄罗斯的两颗卫星 两颗卫星 分别是美国的热气层 电离层 中气层 电离层 中气层能量 与动力研究探测卫星 TI-IRMD和俄罗斯的Cosmos-221间谍卫星 在太空中擦肩而过 两者之间的距离仅有不到十米 这一距离DNS副署长梅洛伊旁闹罗与他会议第一排的听众还要近 这个事件不仅展现了太空中潜在的威胁 也凸显了日益增加的太空碎片和人造卫星数量 对未来太空探索的威胁 这种情况被称为凯斯勒效益 意味着一旦轨道上的物体发生凶状 将引发连锁效益 产生更多碎片 最终可能阻碍人类进入太空 与此同时在地球上美国的年轻男性正在经历一种明显的转变 根据国际研究机构国开了的一项大型全球调查 过去10年中年轻美国男性成为唯一变得更加保守的美国人口群体 这一转变反映了人们对现行政治的绝望和幻灭情绪的激增 研究显示全球在2014年至2023年间变得更加自由 但也更加悲观 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 这种情绪的变化被认为是极端右翼反建制政党崛起的部分原因 此外社交媒体的算法也在放大这一趋势 将年轻男性引向更加极端和激进的保守观点 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国日本和韩国在东海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演习由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领导 旨在提高三国在面对该区域危机时的沟通和协调能力 演习内容包括水下作战 海上封锁行动和搜救训练等 这次演习不仅展示了美日韩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也是日韩两国关系改善的迹象之一 三国的合作旨在提高对抗朝鲜和威胁和飞弹威胁的联合反应能力 凸显了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 从太空的紧张局势到地球上的政治动荡 再到国际军事合作的展示 这些事件和变化激势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它们不仅影响着全球的安全和稳定 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在面对挑战和不确定性时的应对和适应方式 随着我们继续探索和理解这些事件 我们也在寻找着保护我们共同家园和构建更美好未来的途径 在当今这个动荡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外交事务》杂志近日发表了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 其中两位作者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曾任者马特波廷杰和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 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柔弱 文章标题除了胜利我们已无路可退就足以看出作者们的立场 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而非仅仅管理这种竞争关系 文章中波廷杰和加拉格尔指出中国对美国发动了一场新冷战 而美国不应该否认其存在或假装它不存在 他们认为拜登政府在考虑与中国关系的短期解冻时牺牲了长期胜利的机会 文章踢评拜登政府的某些举措 如对华采取的柔和政策以及美国高级官员频繁访问中国的 认为这些都是在贵给中国 同时文章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包括加强军事准备 降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组成更广泛的同盟对抗中国的 在另一方面 太空领域的紧张局势也不如忽视 也不容忽视 今年2月底 一具俄罗斯报废间谍卫星和美国航太总署 NR地球大气探测卫星差点在太空中相撞 这一事件凸显了太空碎片和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 NS副署长梅洛伊透露 当时两具卫星仅相距不到10米 这种近距离的错过让NS的专家都感到震惊 这一事件不仅显示了太空碎片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也提醒人们必须对太空交通进行更好的管理 以避免可能的灾难 在美国加强对华军事围堵的背景下 拜登政府也在寻求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合作 拜登与日本手下岸田文雄的会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这次会谈中 双方签署了逾70份双边协议 决定将两国关系升级到全面全球伙伴关系 这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涵盖了防务合作协议涵盖了防务合作 联合军工生产太空合作等多位预议 显示了日伟同盟在应对印太地区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决心 此外拜登政府还通过与菲律宾和英国的合作 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美日飞三边峰会的召开和美日英在印太建立三边同盟的计划 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更广泛同盟体系 以围堵和遏制中国影响力扩张的策略之一 总的来说 从外交事务杂志的批评文章到太空空中惊险一幕 再到美国与亚太盟友加强合作的举措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紧张态势和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 这些事件和发展不仅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关系 也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着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将更多的集中在如何管理这种竞争 避免冲突 同时维护全球稳定和和平上 在爱达河州的宁静夜晚 85岁的詹尼安克希尔·杰尼安与他的身心障碍 身体瘟尼安的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他并没有过失 与此同时在康乃尔大学 一场不同的危机正在发生 一名华裔学生戴甲语 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系列针对犹太社群的恐吓言论 扬言要谋杀或伤害同校的犹太人 扬言要谋杀或伤害同校的犹太人 这些言论在校园上主义有相对犹太社群的恐吓言论 最终代价与因使用周际通讯发布恐吓信息被起诉 年龄最高五年徒刑和最高25万人的罚金 这些事件再次提醒我们言论的自由 不应被耐用来传播恐惧和仇恨 在另一方面职业美式足球联盟 ENA放钱球星藏刃演员的星普森欧 这三普森的人生故事就像一部戏剧一样充满了起伏 从1960年代晚期作为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美族明星后卫 到加入NFL并成为水游城比尔队 Buffalo Bills核心球员 星普森曾是美国体育和娱乐界的璀璨明星 然而1994年他前妻和友人的谋杀案让他的人生陷入低谷 尽管1995年刑事法庭才令他谋杀最清白 但民事审判陪审团认定 他必须对两位被害人的死亡负责 这一事件成为了美国司法史上最具争议的案件之一 而后 星普森因涉及武装抢劫案被判入狱 尽管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 但这无法抹去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受损 第三个故事虽然背景和情节迥异 却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一个勇敢的老妇人的自卫故事 到一个年轻学生的悔恨 再到一个明星的兴衰 每个故事都有其深刻的启示和反思 在勇气与恐惧 正义与罪恶 光辉与堕落之间 这些故事如同一面面镜子 映照出人性的多面性 和社会的复杂纠葛 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美中贸易战的剧情似乎愈演愈烈 无论是哪位领导人执掌白宫的权杖 这场贸易大战都不会轻易落下帷幕 根据独立研究机构 中国贺皮书 CBB 营运 常卡齐 萨赫斯康吉的分析 未来的美中关系将步入更加紧张的贸易战阶段 卡齐指出 尽管美国财政部长叶伦的访问中国 象征着两大经济体关系的一丝缓和 但这并不代表华府会在经济紧张关系上软化其立场 他预言 新一轮关税的征收 以及比川普时代更激进的措施 可能是接下来的发展趋势 叶伦在访问中国期间 对中国廉价产品涌入全球市场的产能过剩问题 进行了强硬对话 然而卡齐认为 这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模式 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的再造和转型 都有极大兴趣 这些目标不会因外界压力而有所改变 中国在制造业 特别是电动车领域的动能和政策 保证了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卡齐还指出 尽管美国可能采取更为激烈的贸易战措施 但中国仍有能力找到规避这些限制的方式 比如通过在墨西哥生产汽车来绕开美国的进口关税 在另一场舞台上 美国政界的一次盛大晚宴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地时间4月10日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出席了为日本首将岸田文雄举行的欢迎晚宴 在这次晚宴中希拉里和林顿穿着一件被认为是日本风格的礼服 引发了网络上的广泛讨论 美国时尚杂志《女装日刊》对希拉里的这身和服风礼服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其飘逸华丽金色细节花纹将眉色和粉色完美如何 然而网络上的反应却大相径庭 许多人对希拉里的这身衣服提出了批评和嘲笑 有美国网民讽刺的问 是不是有哪张桌子没了珠布 还有日本网民直言 这礼服太美品位了 无论是在国际贸易的较量中 还是在政界晚宴的风格选择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观点的多样性和争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在美中贸易战的问题上 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显然两国都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做着各种尝试和准备 而在文化交流和个人风格的表达上 不同的观点和品位也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在这样一个多变的世界里 唯一不变的是辩护上食用卡 无论是国家间的贸易战 还是个人的服装选择 都是这个时代多彩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